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大家好 更新院一班外科的阮祥郡主任主任你好 大家好 台湾免疫细胞应用协会的潘俊佑理事长理事长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大家好 五年七班同学 钱佳麟佳麟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们晓得癌症是人类的大敌 那这个人类治疗癌症 用进了千辛万苦很多方法 那现在有很多新的方法出来 今天我们就介绍一个比较新的 叫做免疫细胞疗法 所以今天是新知识 对 今天新知识 那你知道什么叫免疫细胞疗法吗 你刚配了一段音对不对 对 但是你也忘了是什么 你听过什么是免疫细胞疗法吗 所以你只有这一句 对 免疫细胞的储存和脐带血干细胞 有什么不一样呢 对 没错这就是今天的重点 对 所以你听过吗 现在因为你的广播 所以我们都听过了 那我问你 这一句话 那它可以帮助别人吗 我不知道 因为我不是专家 自存自用吗 对 不知道 所以这就有待我们慢慢来解决 总之免疫细胞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细胞 那么是不是有可能 这个细胞我们先抽出来 在它很健康的时候把它抽出来 摆在某一个地方 到我们老的时候呢 再把那些免疫细胞的某些成分拿出来 再注射回我们的体内 是不是这样子能够让我们的免疫系统能够再活化一些 就是就我们自己吗 就刚刚我讲你自己存起来自己用嘛 是不是 对 对对 那是不是有这个可能性 那现在这个疗法又进展到哪里呢 我们要好好来研究 所以我们今天请了两位专家来 好 潘老师也会有很好的补充 好 那潘老师呢就先告诉我们今天的保健室电子报之后 我们再来了解这个免疫疗法 美国宾州的一家制药公司呢 在2012年6月4号发表新闻呢 宣布他们所研发的一个新药 叫利弗莱斯呢 可以用来治疗后天性的阴晶弯曲 那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形呢 所以我们保健室呢 特别把它拿出来讲一下 那因为这一次的这个新药呢 已经进行到临床第二B期的临床试验 马上要进入第三期 也就是说呢 很快就可以使用得到 那么在这一次的第二B期的临床试验的结果呢 在整个临床试验的情况来讲 是用了147位阴晶弯曲 而且它弯曲的程度呢 是在30到90度的病人 你可以想象到阴晶弯曲到90度的时候呢 基本上已经完全没有办法进行性行为了 那么在治疗36周以后呢 那么接受这个口服药物 利弗莱斯药物注射的这个病人呢 它阴晶弯曲的程度呢 减少了32.4% 这是很大的 降低了三分之一的弯曲角度 那么另外一组呢 是接受治疗安慰剂的 也就是说没有做任何的药物的治疗 结果呢 没有任何的弯曲角度 没有任何的变小呢 反而还变大 增加了2.5% 那由于这样的一个结果呢 对于我们这个后天性阴晶弯曲的病人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果 所以发表在呢 《密尿学》期刊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期刊 叫《密尿科》期刊上面 那么大家一定会问我 什么叫做后天性的阴晶弯曲呢 后天性的阴晶弯曲呢 主要好发在男生50到60岁 也就是说呢 其实不是年轻的时候发生的 在中年 那么它一开始的时候呢 阴晶会出现一个硬块 你摸起来会有一个硬块 然后勃起的时候会有点疼痛 你还没有感觉到问题的所在 可是逐渐的你会发心呢 发生了阴晶向硬块的那个方向弯曲 那么弯曲的情况呢 会越来越明显 那么最糟糕的是呢 最常见的弯曲方向呢 是向上弯曲 那么发生的原因呢 经过医疗界的了解以后呢 也不是那么清楚 不过呢 大概可以归咎于 比如说年轻的时候曾经受伤 比如说呢 年轻的时候呢 太狂妄 性交受呢 造成海绵体的这个挫伤 或者后天免疫呢 造成发炎 引起海绵体外的这个白膜发炎 变成了纤维化的这个结果 那因为这个白膜 只要造成了纤维化 产生硬块以后呢 当海绵体勃起的时候呢 它就一定会向硬块去弯曲 那么这时候呢 弯曲角度会越来越大 你可以看得到这张表板就知道 在正常的阴晶呢 它这两侧的海绵体 外头有一层白膜 这个白膜是有弹性的 所以当阴晶勃起的时候 这个白膜可以顺着角度呢 它可以拉长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 这个白膜曾经受过伤 或者因为免疫发炎造成硬块 那这里的弹性就不见了 所以当你勃起的时候 这边的弹性很好 这边没有弹性 它就直接往上就弯曲了 所以很容易了解这个情况 但是在早期的时候 你不晓得这个地方 会越来越这么严重 你只会觉得说 这怎么有点痛痛呢 或者有一个硬块在这里 没想到呢 它越来越严重 那么在这个美国呢 做过流行病学的调查 成年男性呢 大概有5%呢 有不同程度的阴晶湾区的现象 那所以推估的话 美国大概有6万5千人 到12万左右 有后天阴晶湾区的病人 那台湾因为按照人口数来算呢 我估计大概有6500人 到12000人左右 那么因为超过30度以后呢 就会造成性胶的疼痛 所以因此呢要接受治疗 那如果你接受治疗 当然就必须手术治疗 所以这个对这个病人来讲 也是一个伤害 那么这利弗莱斯呢 它是个什么东西呢 它是一个牙包缩菌 胶原蛋白酵素注射剂 这个蛋白酵素非常好用 也就是说呢 当你的这个白膜发炎 或者曾经受伤发炎 产生硬块的时候 它这个蛋白质会结成硬块 然后这个酵素进去之后呢 会把这个硬块呢 把它消化掉 就会把它好像 把它整个分解掉一样 这时候呢 它就不会有硬块在那个地方 这样呢 它的情形呢 就很快地就可以改善 那么这一次的 这个2B的临床试验结束之后呢 第三期的临床试验 马上要开始 主要是确认药物的副作用 包括注射部位 会不会造成血肿 或者疼痛 最快 保健师向大家宣布 最快在2012年 年底就会核准 那么 目前来讲 我们治疗这个 阴气弯菌的这个药物呢 其实并不是那么好用 主要有比如说 口服的维生素1 或秋水仙素3到6个月 或者在直接病造处注射类固醇 为什么要注射类固醇呢 降低发炎反应 降低免疫的发炎反应 所以这样子呢 就可以让这个问题解决 可是呢 它只是不再恶化 但是刚刚那个蛋白酵素分解剂呢 是可以把它改善 所以差距蛮大的 另外呢 就是手术治疗 我刚刚讲过 在较长的那一次呢 做白膜手术切除 就刚刚你可以看到 它勃起的时候呢 这边很硬 它会往这边弯曲 那这时候因为这个弹性太好 所以我把这个弹性好的切掉 把它变短 所以它出去的时候 长度就变一样了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切除呢 它最大的问题是 整个阴晶变短了 因为你知道吗 它本来是可以这样弯曲过去 它这一切短 它马上就变短了 所以我们才强调是说呢 像这样后天形的阴晶弯曲呢 如果能够利用这样的新药 来做手术 做这个处理的话呢 会对病人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 把这几千个具有 触插癌细胞能力的这个细胞 把它扩生成几万的 或者几千万的 壮大之后呢 再回打回去 在下面这个长形的 这个癌细胞 上面比较小的是T细胞 那这个T细胞 它怎么样去攻击这个癌细胞 焦灰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